啊 来你们再来看看 你们可能会遇见什么问题啊 你们可能遇见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知道 什么叫背后模式了 所以背后模式就是 它不会画在像素之上 会画在像素背后 是不是 而它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说只要这个东西是涂层 它就可以上 是不是 OK你瞧 我现在把这个片子关掉 我来开了一张片 这是一张照片 它现在是背景 对不对 那我要想把它直接变成涂层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双击 双击之后敲回车键 确定它就变成涂层了 它是不是变成涂层了 然后我现在背后模式可不可以使用 可不可以使用 可以啊 可是我为什么画不上去呢 我为什么画不上去呢 它画哪去了 它是不是画到像素背后去了 是不是画到像素背后去了 瞧 背后模式就这样 它必须要求你是涂层 而且必须得有什么 透明区 那么这给大家带了一个好的方法 什么好的方法 如果这个片子没有背景色 把它删掉 如果我想在这个人的这个轮廓线这地方 描着他的轮廓线画一个光运出来的情况下 你不用做选区了 你发现了没有 是不是不用做选区了 我只需要用什么 只需要用绘画的什么模式 背后模式 我把笔头放大一点 我去这样画 你觉得我会画他脸上吗 会不会 不会就画在他脸上 明白了没有 需要不需要做选区 需要不需要做蚂蚁线 不需要 你有蚂蚁线还不一定会画得很准 是不是 它自动把像素就有的地方就放起来 就画在这个位置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 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 绘画工具有什么特点 它的局部修饰是很强的 它在做局部修饰是很强的 而且这种很强的这种局部修饰的能力 它很强这种局部修饰的能力 是可以 是可以那个 是可以在修图中被大为利用起来的 被大为利用起来的 而且你不会担心到什么问题 它不会侵蚀到你像素里边去 是不是 一点都不会侵蚀到你像素里边去 你只要做 是不是相当于是局部保护啊 有没有蚂蚁线出现啊 没有 一样可以实现 这就是绘画工具的第一个设定 叫做背后模式 背后模式 看完背后模式再来看清除 清除没什么可讲的 太简单了 橡皮擦 我们来看下一组 来看下一组 从这一组切入之后 我们开始进入它的 哄合另外一种状态 大家来看 有几个 那么这一组 刚才说跟这一组是什么 对应的 对不对 你只需要掌握这一组 另外一组自然掌握 那么这一组 我重点讲前面四个 就是这个 变暗和正片叠底是怎么回事 其他东西 颜色加上颜色简单 跟它相仿 一配就知道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变暗和变量 何谓变暗和变量 我们先从变暗开始说起 我们先从变暗说起 何谓是变暗 变暗的特点呢 用一句话来显 来解释 就是说 这是什么 前景色 背景色 对不对 我们说背景色的时候 一定是指的这个 不是指的这个 对吧 你理解 我们说 如果你要想做变暗的特效 就是拿前景色的颜色 跟画面中的某一颜色 做对比 混合 所有比前景色亮的颜色 所有这个画面中 比前景色亮的颜色 都通通变成前景色 所有比它暗的颜色 不发生变化 记住了没有 肯定没记住 所以看我演示 你就明白了 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变暗 目的是变暗 目的是变暗的情况下 它是以什么为基础呢 是以前景色为基础 前景色为基础 它以前景色为基础 让它去变暗 我要告诉你 它的特征是什么特征 我们一般会拿变暗和变暗的效果 专门去做 那个杂志里面的那种 平调的那种效果 什么叫平调 就是把它那个调子 本来是很丰富的 给它盖掉 盖掉后 只用一个单的这个调子 来去显示它 用来降接用 降接用 用到最大好处是什么地方 就可以用来做那个背景 或者用来做那个底图 去做这种效果 非常好 它的调子特别简单 但有点像板画的感觉 插度调 插度的调子非常舒服 所以我先选择变暗 然后呢 我用吸管工具 在画面中吸一块颜色 我吸哪的颜色 我吸到 这的颜色 我吸到这的颜色 这的颜色 那么就以这块颜色为准了 是不是 以这块颜色为准 那么这是前景色对不对 以这块颜色 以这块颜色为准 画面中 所有比它亮的颜色 都要变成什么 都要变成它 所有比它暗的颜色 都不发生变化 这儿变不变 这儿变不变 不变 这儿变不变 也不变 这儿变不变 肯定会变 所有比它亮的颜色 都会变成它 是不是整体调子变暗 是不是 你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效果 我们换画笔工具 在变暗模式之下 我把画笔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 所有比它亮的颜色 是不是都发生了变化 所有比它暗的颜色 不发生变化 看到了没有 就是那种插图 用来平调的效果 把调子给全部盖掉了 是不是就盖掉了 只留下我需要的几个层 你们在杂志上 是不是见到这种效果 是不是 摆一个字 摆一个方案 是很方便 用一种颜色 去品它的调子 所有颜色比它亮的 统统都变暗了 是不是都变成这个颜色了 是不是道理 明白了没有 很好理解吧 好 我们翻过来给大家解释 如果这一组是变暗 我们变成变亮 你来告诉我 应该是什么效果 相反 对啊 好简单 解释一下呢 什么叫变亮 所以说以画面颜色为准 所有比它暗的颜色 都变成它 所有比它亮的颜色 变不变啊 不变 对 所以我们稍微调一下 这颜色稍微点暗 我们把它定到这儿的颜色 定成这儿的颜色 所有比它亮的颜色 都不发生变化 对不对 但是所有比它亮的颜色 暗的颜色都要变掉 所以你看 我会选择这种调子 头发会不会变掉 会不会变掉 是不是都比它暗啊 是不是啊 只要比它暗的地方 都会变掉 比它亮的颜色 都会变化 明白了没有 是不是 你拿某一个调子 做基础 把其他的调子改掉 这是变暗和变量 做修图 有没有用处啊 做修图绝对有用处啊 经常会做这样的效果出来 大家会觉得很隐晦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抢文字 是不是啊 你排一个文字啊 再排一个产品上去啊 那个产品会很鲜艳 是不是啊 我们说做一个广告的时候 你不能说背景非常的漂亮 很现实前景 它有的时候需要做对比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产品凸出出去 把它给盖掉啊 做一个对比效果 那么这是变暗和变量的效果 很简单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啊 就是下面这两个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的变暗啊 变暗和变量这组 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来看这组 这组比较重点啊 不是难但是重点 正变叠底和绿色 这是用的最多最多的色彩红合模式 用的最多的红合 而且它的红合模式 非常之简单 就是我们所谓的加色红合和碱色红合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绿色是什么 这组你会发现 整个是不是在变量 变量绿色 简单简单 是不是都在往量提 上面一组呢 都在往暗变 是不是啊 是不是加深加深加深 所以如果我问你 绿色跟正变叠底 这两个模式里面 有一个是加色模式 有一个是简色模式 你一猜都知道 哪个是加色模式 绿色是不是加色模式啊 对不对 正变叠底是什么 简色模式 因为为什么 加色模式最后得到什么 白的吗 简色模式最后得到什么 黑的 记得不记得 索眼镶 这一组 那么绿色和正变叠底 就是基于加色和基于简色的 最原始的图片 最原始的图片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绿色 什么叫检色 那么如果要用绿色 去往上去做的话 我只需要挑选一些颜色 去往上覆盖 就会产生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说 我们拿绿的 去盖红的 拿绿的去盖红的 它不但不会盖掉它 不应该拿绿的颜色 不好意思 我们应该选一个 蓝的 我们把它盖成紫的 对不对 把它嘴唇变成紫色的 情况下 我要拿一个蓝颜色 往上去盖 你会觉得纹理上 有没有叠加 是不是那个 这最后一笔错了 你会觉得是不是 不是那种纹理 不是那种覆盖 而是一种 透明的效果 是不是 是不是你会觉得 把它嘴改到 它是一种 那为什么会变到 这个颜色上去呢 因为它的加速 为什么是它是加速呢 我来给大家解释 我既然说 它既然是加速模式 我为了验证 它是加速模式 我给大家开一个这样的图 让它看一眼 我们开张多大的呢 开张640帧480 这样的一个图片 这么大 然后呢 我把背景改成 透明的 去掉 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背景扔掉 不能扔删掉就行了 对吧 现在是不是透明区域啊 对不对 透明区域 我为了证明它的加速模式 我给大家做一个 范例给大家看一下 我选一个图圆形 水域圆形工具 我只是为了让大家画得 比较准啊 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上 我呢 选择一块颜色 什么呢 255的红颜色 这意味着什么 是一个很什么颜色 很纯的红颜色 是不是 很纯粹的红颜色 那么它是在这里显示到了 没有问题 我在这里把它变成 我把这模式变成 绿色 记得不记得 绿色模式 是加色模式 我把它盖掉 然后我把这个红颜色 这个方块放在一边 我选另外一个颜色 0 25 什么颜色 很纯的绿颜色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还记得不记得 记得什么 如果绿颜色跟红颜色上去以后 那个颜色是加色模式的话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颜色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颜色 是不是得到一个 碱色的黄色 是不是 会得到一个碱色的黄色 那同理 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来去做 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 我准备做什么颜色 255的蓝色 注意看 绿色代表模式是什么模式 加色 加色模式 跟蓝颜色跟绿颜色 喷是什么颜色 跟红颜色 喷是什么颜色 三个值的最大值是得到什么颜色 我是不是靠画笔工具 还原了一个颜色 是不是 所以我再次证明了 我绿色模式是什么模式 是不是加色模式 绿色模式是加色模式 那么这个加色模式 大家刚才已经领教过 什么东西 领教过这个 两个加色之间得到一个碱色 是不是 我现在要强化这个概念 我要告诉你 这里面是有张可查的 有张可询的 什么叫有张可询呢 就是说 如果你想去画一个颜色 你以前会去猜这个颜色 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你在一个颜色上去盖颜色 你会猜 现在我要告诉你 这里面有一个色环记忆法 什么色环记忆 我刚才在 我刚才在 黄颜色的底 不是在黄颜色的底上 我刚才在绿颜色的底上 记得不记得 画过一个什么颜色 蓝颜色 最后得到一个什么颜色 我刚才在红颜色底上 拿蓝颜色 画得到一个什么颜色 我在红颜色底上 用绿颜色画得到一个什么颜色 那我问你 如果我在 如果我在橙色跟黄绿色之间 画的话会得到什么颜色 你们发现特点了没有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颜色 两人中间的那个颜色 这是色环记忆的特点 明白没有 如果你在一个紫色的背景上 用青色去画 肯定画的就是电青的颜色 是不是 如果你在青色底上 画黄颜色的东西 肯定会得到一个什么 这就是它的原理 明白了没有 所以知道色环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 那么我现在要给那女孩子 画那个嘴唇 她的嘴唇是红的 我用蓝颜色往下画 得到什么 色环记忆法 就是这么记下来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在修图的情况下 我刚才是不是通过这方式 画出这个案例给你看到了 记得不记得 红色嘴唇上 我用的什么颜色 而且最终得到效果是偏什么 偏亮一点 是不是比原来要更亮一些 因为整体的模式是什么 变亮的一组 是不是 变亮一组 这是个色环记忆法的一个 加色联系 反应过来了没有 应该是什么 这是一个加色的还原图 对着得到一个比较亮的颜色 是不是 那么如果要你做一个 检色的还原图回来的话 应该怎么去做 是不是还用RGBG颜色去画 不是吧 那应该用什么颜色去画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一百 零 是不是得到一个青色呀 是不是 然后呢 用什么模式去画 用什么模式去画 为什么呀 刚才你是在做加色还原嘛 你现在应该做什么 检色还原嘛 所以你应该用正变叠底的模式去画 而不是用加色模式去画 OK 把它变成一个青色 然后呢 把那个 我忘了怎么切它 把选区拿过来 再选一块颜色 这时候该选多少啊 是不是M的一百呀 品红色 注意看啊 注意看啊 特点啊 如果在用加色模式 用检色模式 在做油墨印刷的时候 你看 在印刷的时候 如果我这个时候 青颜色上面印上红颜色 印出来的一个颜色应该是什么 看到没有 是印出蓝颜色 这是印刷的原理啊 这是印刷的原理啊 同样的道理 放在这边 这是在搞印刷 把这改掉 零 这是一百的黄 那么 同样是印刷的原理 黄颜色跟红颜色 印出来应该得出什么 大红色 看到没有 你去看印刷的图 正红就是 C一百 M一百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C一百 M一百 那你看 这边过去是什么 正绿就是 C一百 Y一百 看到没有 中间是什么 黑的 这就是印刷原理 颜色 总是会变亮 颜色总是会变暗 是不是 加什么 减色效果 所以 同理 诸位 看到这个人的嘴唇了吗 这人嘴唇现在是紫红色的效果吗 红颜色效果 然后 如果我们想把在红颜色上面 别 就是紫 紫的刚刚比较好一点 紫的上面 要给它变成 画点青色在里面 应该变成什么颜色 是不是应该变成蓝的呀 是不是 有时候不一定准啊 因为它颜色还有别的色彩景象里边 所以不一定是很准 但是 是不是变成蓝的了 是不是 是不是变成蓝的了 是那种感觉在里边 我在不知颜色 但是你就知道 你这样子再去做的时候 你再往一个颜色上去做一个修补 再做一个修饰的时候 你是在猜这个颜色吗 应该靠什么 色环记忆法就记录它 是不是 而且你一定知道 我在做局部修饰 我想让它眼嘴重变亮点 我就用加色模式 我要让它变暗 我就用什么 检色模式去绘它 而这一组里边 而这一组里边 这一组变暗 变亮 整个这些模式里边 这一组都是通通变亮 这一组都是变暗 所以你要知道 颜色加深和颜色线性加深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它们只不过是基于正片叠底模式 让颜色更深 让颜色更深 那么这一组呢 是基于颜色模式 让它更亮 它们唯一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们对于白颜色的 这种反应上面 我们说 用正片叠底 最后得到什么颜色 最后得到什么颜色 是不是黑的 是不是 最后得到黑颜色 所以呢 黑颜色 就上去以后 就直接就是黑颜色 明白没有 不会有任何叠加 不会有任何叠加 就是黑颜色 但是相反 如果是白颜色呢 就干脆上不去 干脆上不去 因为它是要变亮 是不是 白颜色不会有任何返交 上不去 干脆上不去 是不是 反过来呢 如果是正片叠底 绿色模式的情况下 白颜色往上画是什么模式 是不是 直接就是纯白色 但如果是黑颜色往上画呢 就不会有任何反应 是不是 这就是另外一种暗示 这是什么一种暗示呢 就是如果当我有两张片子的时候 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片子从这拿过去 要把它的这个黑色背景瞬间去掉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图层里边 用一个模式 什么颜色会把黑颜色去屏蔽掉 是正面叠底还是绿色 是什么 是什么模式 是不是 绿色模式会把黑颜色瞬间屏蔽掉 是不是把黑颜色瞬间就屏蔽掉 因为相当于拿着画笔工具 上面画不上黑颜色嘛 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道理 这样 怎么需要混合的时候 需要注意到别的细节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混合中最常用的特效 这就是这种特效用的特效用